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外送美食開箱 我開箱這一個呢 我個人非常的興奮 那等等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在興奮 我到底在興奮什麼了好不好 好 我這一間呢開箱呢是 它叫做恐龍爸爸整片雞蛋糕 各位你應該都看過雞蛋糕都是一個一個的吧 但是這一間很宇宙不同喔 它是一整塊的 然後呢我今天點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原味的 然後一個是我們的香濃花生 對我不然還想點一個芝麻麻糬的 我覺得那個也蠻酷的 但是想說算了 對因為它一份就是人點這麼大 我讓各位看一下 你看 恐龍欸 我跟各位講 我很喜歡恐龍 所以呢我看到這一個我覺得一定要點 太Q了吧 真的超Q的 它的這個 它本身的模型也是一般你點擊蛋糕比較不常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以造型來說 加10分好不好 加10分 我們來試看看 喔很Q喔 剛剛我錢人家幫我拿上來 然後他還說 欸那這一間它是不是懶得把它分割啊 我說沒有啦 它就是故意做這樣子的 我覺得它的雞蛋糕 是屬於比較古早味一點的那一種 這一間雞蛋糕它自己也還有 可能是還有講一些東西 就是它好像沒有加什麼太多化學的東西吧 所以就是以整體來說的話 它雞蛋糕真的吃起來就是不太會有外面的一些雞蛋糕 有些吃起來其實是蠻化學的 然後它好像也不用什麼乳叉鈴這樣子 就是比較不好的奶油這樣子 對 真的 而且其實我吃它的那個麵糰的時候啊 它下去 是會有 本來好像 會有 會QQ的 你從食材就吃得出它的用心欸 可以喔 然後我來吃一下它的包餡的 包餡的就真的是有比較厚一點 我要把恐龍給分割 哇 你看喔我們剛剛 啊有空喔 我的花生爆出來 你看喔它光是這樣子 兩個比起來就有厚度上的差別了 好我們來吃看它的花生 它的花生很厲害 很濃 真的有 符合它名字講的香濃花生 欸我跟你講 各位 如果你真的超喜歡吃雞蛋糕 這間又是恐龍的 喜歡恐龍又喜歡吃雞蛋糕 這間直接給它點起來好不好 這間很好吃欸 太誇張了 我跟你講 我吃過很多雞蛋糕 但是這間我覺得就是以 整體口感來講 它的花生 裡面好像還有一點點 口裡嗎 也不是口裡 但就是你會覺得真的很好吃 真的好好吃 我拿著它做的Ending 所以如果喜歡雞蛋糕 又喜歡恐龍的朋友呢 這間直接給它點起來 吹咧好不好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我們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就這樣子 掰掰